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作为流动性培训之一 那么我们这个的主题将聚焦于流动性的一个核心内容 就是央行资产负债表手册还有超储率的测算模型 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不妨先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 钱从哪里来 流动性又是什么 第二 为什么要研究央行资产负债表 那么第三 大体的流动性框架包括什么 那么不得不说呢 流动性和股市债市呢有的密切的关系 那么流动性呢有一种简单的表述 就是钱的多和少 那么作为股市和债市的计价单位 所谓钱多价涨 钱少价跌 那么如何衡量流动性呢 简单来说就是短期的钱的成本 那么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指标 有R007 D2007 那么这些呢受超储率的影响会比较多一些 那么而这些呢也会在我们的后面超储率的测算中 对此做一个更为细致的一个探析和分析 那么第三一点呢就是流动性对于短端利率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比如什么是短端的资产的利率呢 比如说一年期的国债和一年期国开的收益率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的两个图 一个是超储率和适用率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 第二一个右侧的就是R007一年期的国开的收益率 也是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个的流动性和货币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它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高频指标 那么高频指标里面呢包括银行间的质量回购利率R001 R007 损款类金融机构银行间质量回购利率DR001 DR007 此外呢还有上海银行间的同学拆放利率 Shabber隔夜和七天 还有就是上证所和深证所质量是债券回购 那么这个的代号呢是GC001和GC007 这个是在户市的 然后在深市呢是R-001R-007 那么有哪些可能会对流动性造成冲击呢 比如说有央行的行为 比如说13年就是有钱光 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央行坚决的没有放钱 还有就是在金融危机中传导中的流动性风险 还有比如说是巨量的IPO 这个在之前呢是会形成流动性的冲击事件 此外呢还有监管政策导致的一些机构行为 比如说机构加杠杆 监管拆杠杆监管政策限制资金流出等等 然后呢我们平时所说的流动性呢 主要来自于银行体系 那么这个呢也就跟我们后面所要分析的超处率呢 是十分的密切相关 那么我们在上面所说的都是我们所说的狭义的流动性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呢是广义的流动性 我们认为呢广义流动性呢在某种意义上概括来说 就是我们央行的一个货币政策 那么呢它是一个总和的概念 其指标呢更加长期和长远 那么它不仅仅包括短端的超处率基础货币 货币程数 那么也包括更广义上的MR 社融集中监管政策来说 那么我们在后面也有所论述 就是说货币政策也可以被认为是 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广义的流动性环境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大致来看一看 主要的流动性的指标 那么这个里面的指标主要是狭义的流动性 它包括了银行间市场的资金利率 交易所的市场资金利率 还有资金报价利率 货币市场投放工具的一个利率 还有就是央行货币政策的利率 那么这里面有大概十几种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解读央行的 那么起原因来说呢央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中枢 是货币创造的源泉 它呢肩负着调节全社会的货币数量和价格的责任 那么央行的一切行为呢都会忠实的记录在 资产负债表中 那么一个影响的一个链条下呢 是央行通过资产扩张向银行体系呢创造了基础货币 随后呢商业银行通过资产扩张向全社会创造广义货币 最后呢是通过分析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 我们可以去理解银行体系流动性的一个核心指标 也就是超储率 接下来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银行间的流动性分析框架 那么这个呢就是围绕的这个超储率来算的 这个是我们平时也经常会看到的叫五因素模型 它主要呢是分析外汇账款 财政存款流通中现金 还有公开市场操作 最后就是法定的存准率 那么在这里呢我仅仅做一个概释 随后呢我们先切入正题 也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次大概要讲的四部分内容 首先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一个结构 这个里面呢我们一会儿将会对央行整体的资产负债表的各个项目做一个分析 第二呢就是通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去看货币供给还有超储 在这里面呢我们其实核心就是给大家一个测算的思路去如何去算超储 第三就是资产负债表的变动于基础货币的投放 第四是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变化率的一个波动 那么三和四主要是我国的央行资产负债表 它历史的变动中具有怎样的一个规律 我们自图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那么延规重券我们先来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它的一个总览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总资产和总负债两个部分 资产项目呢有六大资产 包括外汇 货币黄金 其他国外资产对政府的债权 对其他存款型公司的债权 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债权 对非金融性部门的债权 还有其他资产 那么七大负债里面呢 包括储备货币 非金融机构存款 不记录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 发行债券 国外负债 政府存款 自有资金和其他负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不同于我们看商 就是整个公司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它是没有所有者权益的 接下来我们逐一的做一个分析 首先呢是资产类的项目 这个里面呢 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国外资产里面的外汇 那么国外的资产项目呢 是采用历史成本计价的方法 并且使用了人民币来进行计价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这里面的外汇 其实另一种表述呢 就是外汇占款 它和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简单来说就是外汇是历史成本计价 而外汇储备呢 则是用现实 我们它这部分外汇储备到底值多少钱 那么我就每个月会央行会公布告诉你说 它还有价值多少的一个外汇储备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右面这个图 就是外汇占款和外汇储备的走势 在大致的这种形式下呢 是大致的相同的 也可以证明这两者呢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资产类的项目 这个里面呢 主要是货币黄金和其他的国外资产 对于货币黄金来说呢 央行呢 是购买黄金的一个地涨 那么如果呢 用外汇购买黄金呢 就在表上来看呢 就是外汇减少 而货币黄金的项目增加 那么这个项目呢 在整个央行资贷贷表里面的占比呢 是并不高的 然而回顾历史来看呢 历史上呢 央行曾经有三次增加黄金储备 接下来是国外资产的最后一个项目 就是其他的国外资产 这个呢 主要是记录央行持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 还有SDR 那么在05年汇率改革之后呢 07年8月 央行呢 要求金融机构以外币缴存人民币的同款准备金 那么这个准备金呢 记录到了其他国外资产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的确在07年的8月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呢 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 那么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接下来来看下一个资产类项目 就是对政府的债权 那么这个统计呢 是央行持有的中央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 那么这个呢 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个历史 07年的8月到12月呢 政府呢 分八期共发行了特别国债1.5万亿 那么采用了定向发行和公开发行的方式 那么第一期和第七期的规模是 分别是6000亿和7500亿 那么央行呢 采取的方式是借到农业银行 然后向央行做了一个定向的发行 而这样呢 就形成了央行对政府债权 形成了一个大量的增加 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 左面的这个图可以清晰的显现这个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资产类的项目 就是对其他金融公司的债权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央行向其他金融性公司发放的贷贷款 主要覆盖的范围呢 包括证券 保险 养老基金等 那么主要变化的原因呢 是央行历史上所做的一些金融救助和金融稳定 出于这样的目的 对其他存款金 其他金融公司所做的一些资金上的一个支持 比如200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其他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呢 占总资产的比重呢 曾经高达20%左右 那么这个里面的背景 其实就是央行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进行了债贷款 让四大资管公司对四大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 然后呢 在04到06年呢 央行再次对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呢 提供了专项的贷贷款 随后最近的一次呢 就是在15年的股灾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央行为了维护股市和金融体系的稳定呢 对正经公司做出了一个贷贷款 但是呢 随着未来的这个贷款的逐步的偿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存续的量是在不断的下降 那么接下来来看下一个资产类的项目 叫对其他同款金公司的债权 那么对其他同款金公司的债权呢 就是央行对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 以及这些其他的存款性公司的债权款 债权债逆回购 还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余额 那么由此可见呢 像央行做的这些 这个粉类的操作 比如说叫酸辣粉 SLF 麻辣粉 MLF PSL 还有CIA 那么这些操作都会影响这一项目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弥清它 这个里面呢 是央行对于国有银行 股份制银行 政策性银行 城商行 农商行 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 那么对它形成的债权 其实都是会记录到这个里面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在2014年起呢 它的一个变动历史 就是对央行 对其他同款金公司的债权项目 是有了大幅的一个增长 那么它也是有其深厚的一个历史背景的 那么也正是 正是由于在14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外汇占款的一个增速呢 迎来了一个下滑 那么央行为了保证一个基础货币的投放 反而采取了这种 像这种对其他同款金公司债权增长的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来投放了基础货币 那么关于这一个项目呢 我们所给出的一个解释 进一步的一个了解呢 我们认为呢 它的变动呢 尤为体现央行的一个意图 它体现的央行呢 有五大意图 第一个就是金融稳定 第二呢 就是帮助政策型银行 那么帮助政策型银行呢 主要就是 94年我国成立了国开 口行 还有农发行 三家政策型银行 那么这三家政策行的资金来源呢 除了他们自己发债之外 那么另外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 就是央行给他的一个贷贷款 最后第三点呢 就是央行呢 可以通过这个达到一个流动性供给的一个目的 还有就是第四点 就是信贷结构的调整 还有就是货币对冲的这么一个诉求 接下来呢 来看下一个资产类的项目 这个呢 就是对非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和其他资产 那么对非金融性公司的债权呢 这个呢 主要是央行为了支持老少边琼 经济开发和发放的贷款 那么它的规模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比较小的 目前的存需的量呢 是不到50亿左右 那么占整个的央行资产里面的 占比也非常之小 也就是3%的一个比例 然后呢 就是其他的资产 其他的资产呢 出过几次比较大的变动 那么一般呢 根据其走势呢 我们猜测呢 因素有两种 第一呢 是变动相对来说 较为稳定 那么我们认为 其中的项目中呢 应该主要有一部分是固定资产 另外一种因素呢 我们认为和央行 对其他机构的注资事件有关 比如说2015年7月 央行动用了外储480亿和450亿美元 注资国开行和口行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论述了这个资产类的科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论述 负债类的项目 就是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就是储备货币 那么储备货币呢 又称基础货币也叫高能货币 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 占比最大的项目 那么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其他存款型公司的存款 那么储备货币呢 包括三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的右侧的这个示意图 它包括了货币发行 其他存款型公司存款 还有非金融机构的存款 货币发行呢 会进一步拆分为流动中现金 也就是M0 还有就是银行体系的库存现金 接下来呢 其他存款型公司存款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拆分为 法定存款准备金 我们简称法准 那么另一部分呢 就是超储 也叫超额存款准备金 这个呢 跟我们后面主要测测的 超储率是密切相关的 至于占比来说呢 货币发行大概占比率是25% 而其他存款型公司的存款 大概是占到75% 那么我们分别更细致的来说一下 货币发行的科目呢 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 人民币的纸币和硬币 在资产负债表中呢 核算的是一定时间内 从央行进入流通领域的 货币减掉回流的 央行的货币的差额 那么它对整个银行体系的 流动性的影响来说呢 如果这个科目发行是增加的 它是不利于整个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 那么这个也非常好理解啊 因为我们从整个银行体系中 如果把钱都变成了 我们平时流通中的纸币和零钱 那么实际上银行就不太方便 做这种贷款和存款的一个派生 那么自然是不太有利于 整个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货币发行呢 还有一点是它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在春节前还有就是重大的节假日前呢 它会临时性的增加 这个是跟我们平时的一个 用钱的一个习惯是相关的 那么它一般是在春节前 一到二月的大量增加 然后最后在三次五月的时候呢 M0是慢慢的减少 会得到银行体系成为超出 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呢 就是一个规律啊 就是M0在货币发行中的占比呢 大概是在89%到93%之间 上银行的库存现金的占比呢 是在7%到11%之间 那么紧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分析啊 就是其他存款型公司的存款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啊 这一项目呢 分为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过存款准备金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解释的一点就是 法定存款准备金在下调的周期呢 它是会缴存量是会减少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右侧的这个图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起呢 存准率呢是连续下调了五次 有20%降到了17% 那么这个时候其他存款型公司的存款走势是放缓了 那么关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呢 它是呃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缴存的一个规定 也就是在每月的5号 15号和25号 依据上一旬度的存款基数 银行呢向央行进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一个补缴和退缴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的 是储备货币 呃不计入储备货币的一个项目啊 这个项目叫非金融机构的存款 那么它是17年6月新出现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实际上我们在 呃就是隐身意义上的或者详细的来解释一下呢 它实际是为第三方支付机构交存人民银行的客户备付金存款 那么2017年的12月呢 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调整支付机构 客户备付金集中交存比例的通知 那么它要求呢 从2018年1月集中交存比例是20% 由2月到4月呢 按每月10%的一个逐月进行一个提高 至2018年的4月调整到50%左右 那么这个呢 影响还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从17年12月到18年的4月 这块的量呢上升了4000亿消耗了整个银行体系的超出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想说一下他央行为什么要这么做 主要呢是 央行呢自己发现好多第三方的支付机构呢 获取得了这个被付金之后呢 他的管理并不规范 在这种金融监管逐步加强和央行的这种担忧的一个情况下呢 央行最后是发文说这个钱呢 最终你还是放在央行的这个库里面或锁定掉 然后来做这么一个管理 那么防止你拿这个钱去做了呃 除了支付结算之外的其他的一些行为 那么进一步的呢 在18年的6月29号呢 央行我们看到又发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通知 那么这个呢就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到19年1月14号的实现 百分之百的集中交存 那么这个呢对流动性是在 今年也就是18年和19年的1月 是有一定的流动性冻结影响吧 我们总结的规律呢 大概是呃大概冻结掉6000亿 7到9月每月大概是1000亿 10到12月每月是500亿 那么19年的1月大概是1500亿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呃下一个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里面呢是呃这个负债类科目呢 叫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 那么这个里面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财政公司财务公司等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奖纳的法定存款准备基因 第二呢是证券公司等其他金融公司 满足支付清断需求存入央行的款项 那么这个里面呢 这部分的负债是不具有货币派生的功能 所以呢 家行也不会把它记入储备货币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占比的这个 它的规模和占比呢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 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5年起呢 这个占比有一个大规模的提高 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大致的一个 我们猜测的一个原因 主要是从15年起呢 我们整个的这个股市迎来了一波牛市 那么导致呢 证券公司这个在为了满足支付清断需求 存入央行的这个款项呢 是增加了 所以导致它有一个比例有一个提高 那么接下来来看1.3 就是下一个负债类的项目 这个呢是政府的存款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 呃我们知道呢 财政部呢是会取得财政收入 会通过呃这个税收 或者非税收入的一个手段 那么这个钱收上来之后怎么管呢 那么根据现行的规定呢 就是央行是负责经理中央国库 那么存在中央国库的这部分钱呢 就是国库存款 它进一步拆分呢 可以说分为中央的国库存款 和地方的国库存款 那么财政存款呢 还有个口径 那么是金融机构的财政存款 等于国库财政存款 加存放在商业银行 尚未支出的财政存款 那么它呢 这个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变动规律 我们可以看到 一本上是寄出是相对来说 是环比增加很多 然后呢在寄末的时候呢 会支出很多 这个是跟我们的财政的税收的 这种收入的一个 还有支出的一个规律 是比较密切相关的 那么此外呢 我们还对于这个 还有一个更为高频的一个 变动的一个解释 也就是说政府存款 在月内变化的时候呢 往往是月中 由于税期的影响 就是说企业缴税 那么这个里面缴税呢 主要的冲击是企业走的税 那么这个时候呢 财政的存款是增加的 对流动性是不利的 我们举例来说呢 我们以R007的斗市来看 我们往往会看到 在20号到25号左右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流动性的一个利率呢 会走到一个月内的一个高点 那么在月末的时候呢 由于政府会集中做财政的支出 财政存款减少 那么这个是有利于流动性的 那么我们从看R的斗市来看呢 它往往是在月末 然后紧接的就是下一个月月初的时候 整个的资金利率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个负债类的项目 这个呢 是债券的发行 那么这个呢 直白意义来说就是央票 那么央行发行央票的时候呢 当时它是出于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外汇占款的冲销工具 第二个呢就是农村信用社改革时 置换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 那么央行发了一些专项的药票 它曾经呢 是央行的主要的负债项目之一 最高的时候达到了4.75万亿 占当时的总负债的19.4% 但是呢 但是呢 在近些点呢 这个规模是不断的萎缩 实际上呢 从17年的6月起呢 这个债券发行的这个科目里面呢 已经连续10个月 到目前有10多个月了 都没有录得了一个数据 那么央票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整个历史舞台 在这里我们讲述这个呢 也是给大家讲一个 回顾一段历史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负债类的其他的三类 相对规模较小的一个项目 我们也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概述 就是第一个就是国外负债 它主要是央行对非居民的负债 主要是国外央行 或者外国金融机构出于国际合作 或者资金清算的目的在央行存放的资金 第二呢 就是自有资金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央行全部的资本是由国家出资的因子 产生了央行的资本金 最后一个呢 就是其他负债 那么这个呢 它是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正回购的余额和金融机构 以外汇形式缴存的法定同款准备金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这个变动主要是正回购余额变动 会造成其他负债 会有一些波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二部分 就是透过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来看货币供给和超储率 这个呢 是我们本次这个这个专这个培训里面呢 是最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呢 就是货币供给呢 它是有它自己的一个变化的 央行的货币政策呢 是大致分为量和价两大类工具 那么量的这种工具呢 一般是央行利用正经回购啊 升降准备金啊 这个工具去银行间投放 或者回笼资金啊 这个呢 会进一步影响货币供给 而价的工具呢 主要是央行去调整 直接调整利率 由于价的工具呢 通常是不会影响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因此呢 我们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出发呢 肯定是主要考虑量的一个工具 那么接下来不得不说的呢 就是央行在货币供应中呢 它会做不同的这种对冲操作 在资产端呢 央行呢 被动性的操作主要是它的集收汇 那么它主动端的一个操作呢 是对其他层引进公司的一个债权 那么它这个里面的操作呢 无非就是央行做的 像你回购啊 SIF啊 MLF啊 这种国库定存啊 这样一些操作 那么负债端呢 它也分被动的和主动的 像财政存款的脚存 对央行来说 就是一个被动不得不做的 它也没有主动的一个权利 而央行去调准备金率 还有发行央票 还有多证规购 那么这些呢 都是它可以主动去做的一个对冲操作 那么对冲操作的有几个结合形式 我们在下面也都给了 一个是结会和央票发行 第二就是财政存款 与薛峰前骨的公开市场操作的一个行为 第三个就是公开市场操作 还有从管准备金率之间相互做这种对冲操作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法定准备金率和这个流动性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简要概括来说吧 就是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呢 会引起超我准备金的下降 那么这个会导致超准备金率的这个下降 这个呢是整个来说是不太有利于银行界市场的整体流动性的 也会利空整个的债势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核心的一个部分啊 就是超额准备金率如何做预测 那这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先提出三个问题 一个就是五因素的模型指的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五因素的模型是否有效 第三个就是这五大因素的变动 我们如何做预判 首先来看五因素模型是什么 我们先来说一下 超我准备金率呢 它的公式是超我同款准备金 除以超准的基数 那么其中超我同款准备金呢 它有一个公式 就是基础货币减去货币发行 再减去法定的同款准备金 那么我们根据央行资产负债表 总资产等于总负债的一个横等式 然后同时呢 基础货币又大概等于外汇债款 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 再减去财政存款 通过这样的推导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出超额的存款准备金 主要受到这五大因素的影响 就是外汇债款的变动 对其他存款因公司债权的变动 财政存款的变动 M0的变动 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一个变动 那么我们不仅要说 五因素模型是否有效呢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反推和测算 那么以检验其有效性 我们呢是利用了 17年以来的季度数据 那么首先呢 外汇债款对其他通款 银公司债权财政通款 M0以及法定准备金 都可以通过 央行的赞产负债表直接获得 因此呢 计算的重点呢 就是法定准备金的一个变动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下面的这个表里面 我们分别来先测出来了 法定准备金环比变动额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 然后在下一个部分中呢 我们做了这种有效性的一个检验 但是对于今年的一个情况呢 由于有一个特殊情况 那就是非情形机构存款 实际上是对流动性有所冲击的 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我们引申出来 对五因素模型需要做补权的一个方面 我们要充分考虑到 非金融机构存款对流动性抽取方面造成的一个负面影响 那么我们把这个算进去之后呢 具体的一个测算表 我们也在下面的表里面予以的一个体现 那么我们可以去看红框里面的一个内容 测算的超准率还有官方的口径 其实呢 相差是相差无几的 最高的差值是不超过千分之六 我们认为呢 这个有效性的检验是相对来说十分有效的 那么接下来呢 既然我们知道五因素模型 外加非金融机构的存款 那么这样充分考量下来呢 是十分有效的 那么无疑他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能够预测好五因素 还有这个额外的那个非金融机构存款的一个变动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好一个超储率的一个测算 那么如何做预测呢 我们首先来说法定准备金率怎样做一个预算 那么我们首先说预测法定存款准备金呢 我们首先了解一个公式 第一个就是矫准基数 那么矫准基数呢 我们可以来说 它是存款连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 然后减去非银机构的存款 再减去境外的存款 第二个呢 就是加权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它等于存款准备金 减去超准乘以超准基数 再除以矫准基数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预测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一个 怎么做预测 那么我们给出的思路就是 矫准基数 乘以上一期加权平均法定准备金率 然后呢 我们这个里面呢 我们同样同步考虑季节性的影响 还有一个准备金政策 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有提高准备金率 或者降准的这样一个操作 其实呢 我们在下面的表中呢 也给出了从17年到18年6月 加权平均法定准备金率的一个 一个测算的一个比率 一个值 这个呢 是有助于我们做未来的一个预测 那么接下来就是其他的四个因素 怎么做预测 首先呢 是外汇账款 那外汇账款的一个主要因素呢 就是央行是否做干预 那么还有人民币的汇率走势 外汇管制的程度 都会对外汇账款有所一个影响 它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影响 就是每一年的6月和12月呢 往往外汇账款是转付 或者说有一个相较其他的月份呢 有一个急剧的下降 主要是呢 一个是港股的分红 第二就是部分的海外投资者 将投资涉域从国外呢 进行了一个撤出 然后呢 我们来看其他的 就是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战程 这个呢 我们认为可以通过跟踪 将航空外市场的操作进行预测 财政存款的变动呢 我们这个在之前的政府存款的 那个部分也进行了一个解释 那么它存在一个就是 季初越增加季末越减少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从周度的角度来看 一个月内往往15号到25号是时期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财政存款是 月内是增加的 然后其他的月份来说 相对在月末的时候 是有一个极端支出 这个时候是会减少的 那么对于流动性的现金 也就是M0来说 它的影响呢 呃 我们在之前的论述里面也说了 就是他往往是在春节线的一到二月 处于春节线的M0最高位 出现季节线的一个增加 然后呢 另外几月底也往往是M0的高位 在预测时呢 我们给出的规律是可以结合网年的数据 根据历史的规律做一个判断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跟随央行的操作有助于啊 预测对其他公司的一个 从感情公司的一个债权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下角的这个图呢 它的变动趋势几乎是非常一致的 但是我们在做预测的时候呢 需要紧紧的跟随央行的一个 做公开市场操作 或者对流动性的一个整体的态度 此外呢 我们要考虑全面 因为它里面不仅仅包括 逆回购MIF SL FPSL 那么也还包括 服务库定存啊 SLO啊 还有代代款啊 代贴线的这样一个 流动性的一些支持的一个政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举例来说 我们如何看 8月份的一个超准率和流动性 呃 就是这个是2018年8月的情况 那么我们分别对外卫战幅 对其他的婚姻公司债权 财政策外流动性现金 把你通贩准备金率的一个环比变动 做了一个预判 那么这样做下来 算呢 我们认为8月底的超准率呢 大概是1.95 相较二季度末 也就是6月份是提升了 0.21个百分点 我们也可以看 这个2.4.6里面哈 就是在这个 我们给出了一个 很详细的 一个测算表 我们可以看到 呃 在代码的那个部分 我们给出了各类的一个测算的一个公式 也希望给 对大家 呃 如何学习做这种测算 给出一个 呃 更好 更为贴切的一个有指导性意义的这样一个呃 一个职业 那么接下来来看呢 就是第三部分 就是呃 央行资产费代表的变动和基础货币的投放 这个主要是呃 我们就相当于回顾到央行资产费代表 这个表的本身 它自身有怎样的一个运行规律 那么它主要是分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02年到14年 央行做基础货币投放的一个情况 呃 那么这个时候的情况呢 就是加入到WTO之后呢 中国呢 这个整个歪向型的经济策略 结加经济的文艺高速增长时的我国呢 在一个是贸易向下 还有一个是资本向下的 都呈现了一个双顺差 那么人民币呢 是一直有这种升值的压力 而企业获得外汇 就必须都完成人民币才能使用 这个时候呢 就是央行啊 不得不满入了很多外汇 也这个时候呢 它通过外汇占款扩张了整个的 银行的 央行的整个的资产负债表 因此呢 外汇占款在14年之间都是持续增加的 其实呢 我们看到右下角的这个图 在这一阶段的总资产和总负债扩张了 大概是28万亿 而这个里面最主要的贡献 外汇则贡献了25.5万亿 而其他的项目呢 变动几乎非常的小 那么紧接的呢 就是14年到至今的一个基础货币的一个整体的投放情况 那么14年之后呢 我国经济进行了一个下行的周期 人民币升值的走势呢 也是迎来了一个拐点 这个时候呢 外汇占款也是出现了下降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央行的赞负债表呢 在外汇项目上出现了一个迟疑 比如以外汇来外汇债款来看呢 这个阶段外汇债款减少了5.8万亿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总负债和总负债一 就是环米上升了 上升了大概3万亿左右 那么具体是什么推动它上升呢 就是对其他总管金公司的债权 这块增加了8.6万亿 这么这些呢 是支持了央行在14年之后 做整个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回顾了这个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扩张的一个两个阶段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部分 那么它自己的变动有没有一些规律呢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是环比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总资产方面呢 就是央行的总规模减少情况 经常是在一季度二三月份 同时呢 在一月份呢 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左侧左下方的图和右下方的图 都很明显的显现出了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么接下来是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同比的变动 那么央行的总资产的变动呢 是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那么大概是三年左右 那么从这个特点来看了 15年底和16年初呢 应该是本轮周期的起点 那么我们18年目前所处的状态 可能是总资产规模同比可能处在一个 本轮周期的一个末端的一个低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下角的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央行总资产是具有一个周期性 而且是它的同比增速是在扩张式逐步的一个下行 那么它的主要推手呢 我们认为主要是外汇占款 我们做了一个两项的一个对比发现呢 外汇占款的同比和央行总资产规模的同比之间的这个增速呢 是相对来说比较匹配的 那么接下来呢 看另一个方面就是 负债方面的一个情况 像这个 还是资产方面 就是对其他同感性公司的债权 这个的同比呢 比央行总资产的规模同比波动呢 更剧烈一些 如果将其他同感性公司的债权呢 同比做12期的移动平均呢 还是能看到一定的一个周期性 但是这个周期呢 和央行总资产规模的同比 都其实不同步的 那么对于负债端来说呢 主导央行总负债规模的同比项目呢 是储备的货币 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的这个图 储备货币的同比变动 和央行总负债规模的变动 同比变动呢 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同步性 那么在此期之前呢 我们回顾一下 在本期的培训中呢 我们首先分析了 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六大资产 和七大负债的科目 紧接着呢 我们分别探好了超储率 那么另一个说法叫超额 存款准备净率 我们具体怎样做一个测算 最后呢 我们探究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它的运行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02到14年 一个是14年之后 然后它的运行呢 有存在一个三年的一个明显的周期 那么这是我们之前所讲的 那么在最后呢 我们做最后的一个规律的终结 主要有六条 第一个就是对央行资产负债表 影响较大的项目 资产中是国外资产 和对其他同位公司的债权 负债是储备货币和政府存款 第二流动性的增加和缩小和减少呢 并不等价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和收缩 那么这个呢 其实 其实像这个 这个存款准备净率的一个波动呢 也是会造成流动性的增加和减少 但是呢 它可能对整个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会相对来说更小一些 第三就是外汇和对其他存款金公司的存款 是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项目 这个是我们在两个阶段的分析中 我们分别做了一个介绍 可以看到 第四 对其他存款金公司的债权和货币发行 分别主导了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关闭扰动 第五 外汇和其他存款金公司债权 先后主导了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同比波动 第六 就是根据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信息 我们可以预判超出利得变化 那么预判超出利也就是超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 可以为我们进行短期固定收益率产品的投资 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 好 那么我们本次的流动性专题培训之一 目前就大致讲述完毕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观看